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也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還有追蹤 那我們繼續遊玩還神前 那今天要主要的劇情呢是在 去離魂幽緣 我們要去尋找九黎英雄漢天的英靈 跟他證明 英千羊是 你認可的唯一能選 取了血皇霸劍 然後拯救九黎一族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完這把劍我們才有能力去 跟吃油對打 就這樣 離魂第一掌瀰漫 還有巨大的鼓海散落 可以想見當直漢天與惡龍基戰 有多麼殘烈浩大 這位九黎英雄 真是令人可敬 恩...就這樣子喔 好 我們來到右上...地圖 離魂幽緣的右上角之後呢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一個龍骨 等開之後呢 我們再走到最...走到最下方的龍骨 恩...龍骨圍端 就可以了 就可以找到漢天英雄了 這邊...這邊其實... 不算太難的迷宮啦 我們一樣齁 戰鬥用修改器一起必殺 迅速解決 Boss站在靠自己 然後這邊可以打到鬼王優史齁 就是我們等一下... 換成九三需要... 變制的材料之一 換劍化破 換劍化破 好像是可以合一些... 強力的道具啦 有武器啦 我印象中是這樣 他有鬼王優史齁 好 好 我們繼續往前走 他...他沒有看台啦 他...他沒有看台啦 我很好奇這是... 明年初的霸劍消雲路啊 不知道會不會有... 那個...漢天英雄跟... 這三條龍...三條龍對決的故事 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還蠻... 蠻不錯的 欸...這個短刀 欸...我是走錯了 是誰... 鋼蠻接近邪黃霸劍... 是誰... 是誰...鋼蠻接近邪黃霸劍... 這就是... 九零英雄... 九零的英雄嗎... 九零的英雄嗎... 是漢天前輩... 漢天前輩... 我倆獻金幽激之夫... 因潛陽... 經九零有難... 我希望你的心血血紅霸劍... 再次保護九零一族... 希望你能將劍... 放心的給我辭死... 九零有難... 你是游擊的夫婿... 但你... 似乎是... 女花族裔... 是的... 我的確是女花族裔... 但我認為... 不論是女花族... 或是九零族... 都是值得保護的生命... 不能再分彼此的... 為了證明我的決心... 我已引下凌雀堂的魂教... 今後不論我是什麼... 我都會保護九零族的... 你要保護... 九零... 取走血黃霸劍... 就要向無... 證明你的能力... 是... 漢天前輩... 得罪了... 你的能力... 果然可令我安心... 邪黃霸劍... 就交與你... 望你從此... 保九零太平... 請漢天前輩放心... 我當然全力以赴... 而且這血黃霸劍好像... 好像是... 未盡全力的... 的劍... 取個... 骨敵... 我強強都沒什麼講話... 就這樣... 骨敵是幹嘛的... 是不是有某種獸... 天然而醒... OK...好... 可是我不願意打... 是... 他的招式就那樣子而已... 所以... 我就覺得... 算了... 就... 這樣錯就錯... 他招式就... 剛剛博恩恭喜看到的樣子... 這樣... 我很好奇這是什麼啊... 咦... 這火怎麼是藍色的... 不過... 怎麼感覺... 比一般火焰之熱...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咦... 不是BUG吧... 咦... 以前有這個設定嗎... 沒印象的... 這個是幹嘛的... 忘記了... 我怎麼穿越了... 呵呵呵呵... 咦... 不對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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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我又下去了... 然後我就當機了... 我就卡到這裡了... 我要走到這裡... 所以這個火焰是什麼... 不對... 我...我真的卡住了喔... 你... 你... 你們真的取回邪皇霸劍啊... 這... 這真的是我舊禮的奇蹟啊... 是啊... 兩千多年來... 多少的舊禮勇士不... 無不費盡心力... 想要取回這花圖龍的霸劍... 等都是徒勞而返... 沒想到... 沒想到... 反見前輩... 寄予人會把劍交給你... 這個來自女娃主義的人... 也一定是英雄的氣魄與心意... 相互感應吧... 三位父子過獎啊... 同時大帝子民... 面對危難... 只當盡一份心... 靈探之前呢... 從現在開始... 你就是我們幼稽之父婿... 明帝... 國... 衛冕九里子民... 應九里天准之見一事... 而應其猜測不安...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 等到事件解決後... 在基平里... 游及到幽度內... 舉辦盛大會議... 鄭重... 跟子民介紹你的事情... 如此... 應較為妥當... 其實這並無妨... 我主要來重逢九里天准... 盡我之者... 至於其他的... 可以濃厚在意... 不知主派派的人... 到零確談一事... 結果如何... 根據我們到零確談... 調查一致... 正是果然如你所說... 九里天准的確... 在零確談修養生息... 歷年來... 九里鮮明... 接待此安息... 故... 零確談充滿了... 九里致命的... 游禮魂魄... 但我們卻發現... 這筆九里天准劍... 盡在坛中... 凌聚細菌這些... 鮮明的一魂... 因此... 找了門... 就在取得... 歇黃霸解之後... 拿出了... 通... 黃神九上的禁食... 我們依然將禁食... 安泛於... 書桌上... 各位按照... 往... 離魂幽緣相同之法... 視為即可... 坦白說... 雖我們過去... 去這黃神九頂... 但是... 每點就有... 十分厲害的神獸看守... 想要觸摸... 或破壞... 解釋不得... 因此... 原本先祖... 脫摸要破壞這九頂... 我們試過許多分法... 解釋不成... 就不再嘗試... 以嚴禁子民們再接近... 這就是... 戰女曾經說過... 這黃神九頂... 藉由神獸看守... 不過... 開啟還生前... 還是也擊敗這些神獸... 方能知道這九頂... 需要什麼東西來起陣... 沒想到九頂... 等到這許久的救贖... 竟然是一場... 面祖的噩夢... 要不是仙主在持有... 封在箭中的地魂... 招之過急... 驚悚在九頂圖面的... 很可能就是我啊... 熔爺... 你要冷靜... 叫我們能夠... 努力到這個地步... 就表示事情有轉跡... 現在就是我們要一起... 吸手去扭轉的時機... 嗯... 對了... 關於這把古地... 你們可有印象... 這... 這鄉船漢田英雄... 有一把古地... 這把古地可讓持有者... 通往幽冥軌道... 至於該如何使用... 我們就不深清楚... 不過... 地界主要有一次... 幻境台... 連接通往各地... 或許... 在這使用... 有什麼效果也不一定... 但我必須提醒你們... 結果我們已軌道... 是個很危險的地方... 謝過三位長腦... 我們智慧小心... 好... 我們沾在這個中央水境... 使用古地... 會前往... 胡... 山之窟齁... 這... 這是什麼地方... 怎麼通通雜悉爛挖的東西... 喂喂喂... 你們這些小偷... 不要以我的... 傷... 傷...傷子好欺負... 我現在都給你們一些... 苦頭殘場... 哇... 怎麼又是個綠色的小鬼頭... 而且還是一件鑰蠻不講理... 好 打贏之後呢 扶桑金 得到神木之之 你們隨便參觀吧 這些都是我的收藏 希望的話 要以物易物換財程 小朋友 你是金塊畫型的吧 你是什麼畫成呢 什麼小朋友 你們五個歲數加起來 都還不到我老人家的百分之一呢 聽好啊 我乃自萬年福山樹之靈所修 蛤 你是福山樹所畫 那東外的鬼決通道真是幽名鬼道 可是長老跟我說 幽名鬼道一片暗沉 不見任何關線 為何你的洞窟外卻可視物呢 你實在看小看我啦 竟然我有辦法弄到這些東西 住在這裡的幽都那些酒梨主使用的幽黄石 為什麼可能用不到 不過話說回來 你們是人主吧 這裡可不是幽名鬼道的主道 一般方法可是進不來的 你們是怎麼進來的啊 我不是因為撿到了這隻古迪 好奇的四吹一回 就莫名其妙的到這來了 古迪 啊 我記起來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在幽名鬼道上 遇上一個酒梨的大個子 總之這是我給他的東西 這樣你們能過來 我這也不奇怪了 好啦 這樣算是你們的好運 能見到我傷者的人可不多啊 那 見到你有什麼好處 欸 你們沒看見我這寶貝這麼多 在我這挖寶 可是收穫不少呢 好好好 就不再自吹自擂了 我們都知道了 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吧 哼 看不上我的收集品 你們一定會回來找我的 感謝你的好意 我們會回來看你的 我們會回來看你的 龍神天凱 自奉紅之跟鳳翼彩都 就可以換給你一個 天瑞華靈 幽黃螺劍跟六芒星陰 看起來應該就是那個 最強的武器 這一堆爛鬥是什麼 這是噁心 欸 那邊亂動好不好 那個是我珍貴的培養寵物裡 弄死人一顆賠不起 爛鬥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啊 走吧 我們東西都還不夠 我們剛剛有沒有在認真看劇情啊你們 你們不要腦補這麼多好不好 剛剛扶上金之後有說 我們先點洪水晶 然後先讓我換成酒餐去 好 我們在第一層要打到兩個道具齁 這個叫 這個道具是什麼 赤獵火筒跟 立魂之金 然後這邊要霧光玄鐵齁 我們可以用換的啦 也可以用打的 打的話要第八層齁 打的話要第八層齁 一管之金 好 反正我們就是在這邊先打一些道具啦 他們打到就直接進第一層的太白之間 沒有 沒掉 好 我們先去第三層齁 一二層先跳過 那第三層是因為有 劇情需要 所以我們先走第三層 好 我們走到第三層的 尾巴了 好 零頂堂 好 這邊打明毒 好 直接 一級必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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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白糖清香 反氣網課20分 絕頂懸水 絕頂懸水 這個是什麼 絕頂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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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也不是 我會尋找線索的方法 好 我們再走回去吧 好 我們來到第四層齁 第四層的 守護手不知道是哪一隻齁 應該是苗 苗昂吧 應該是 我猜應該是 欸 真的是 再見 好 一級必殺 化 化緊結火 又是個怪的東西 現在還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應該是剛才幽魂 就是 漢天英雄那一個地圖的那一個火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帶回去吧 好 第五層的話就可以不用先出發了 第七層的頂 這邊要選 這邊要選 選破優良 先觸發一下好了 免毒 選破優良 又是個怪東西 好 就這樣 好 第八層 好 又是雷獸 祝命封死 這東西似乎有點印象 二師哥 我們之前在 離魂幽遠時 我似乎見過一些金冠身上有攜帶 所以應該可以在一些金冠身上 可以獲得財視 是...是嗎 讓我們可以回 離魂永遠再瞧瞧 OK 祝命封死呢 就是當初高級給我們的那一顆 沒錯 這一代到後期 怪其實都蠻...蠻難打的 好 那我們去第九層 好 這個是第...第九層 第九層 不用特別收集...收集道具 因為這個道具在蕭護身上...蕭護的身上有 咦 那是... 明華紫禁 這又是什麼東西 嗯? 真是巧合 我有個家床寶物 名字跟這個道士接近 叫做... 印華紫禁 喔... 消雄有此寶物 趕快這寶物有何功用 坦白說 與其說這次保護 不如說這是不祥之物 因為只要接近即將發生死案之的 他就會發出炫爛光滑 就像我的父親 喔... 另尊士 賈福斯在一場戰役中中了流箭深谷 就在他出征的前一晚 這印華紫禁就在他的手中亮得起來 因此他相信自己已經離死不遠 所以讓他交給我 其實我自己因為他預言的父親的死 所以並不是十分喜歡他 明華紫禁 印華紫禁 嗯... 聽小雄所言 似乎极有可能是名證上有...有...有... 言傳有誤 如果小雄不...不勝真愛 或可以叫他拿哪一事 這倒不成問題 結果他真的是明華紫禁 嗯... 吸那王守之魂的冥界 才有了紫色金石 嗯... 印華紫禁 果然就是明華紫禁 多謝你的 小雄 其實這項東西 就是之前諸神獸屢一簡之命 欲來找我很多之物 原本因這許多徵兆 我自認他為不祥之物 但這些日子我事先想後 認為此物既然會在我手 必有其因果 而現在能夠幫得上忙 也是我會在此地的註定命運吧 好... 我們再回去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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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冰晶曾經出現在其中 但卻稀少 因為他生存的時間要擠一場 這樣嗎 絕領冰晶 絕領懸水 不要緊 將往懸海的輸出打開 我們先去取絕領冰晶 這都錢還打算 這去絕領懸水 也是舊領手續之物嗎 是... 所以我們... 廢墟不可 好的 請尊幽機手續 我們已經準備拖到 請諸位小心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 這位三界之門 有此經過懸海古道 就通往凝卻坦了 嗯... 在尚未將 黃神節開啟之前 我想咱們 還是先被驚... 驚動他的教徒 還是絕領冰晶 是哪一個 門的右側 水晶堆 我看到... 看到...看到... 在這裡 嗯... 這塊冰... 似乎特別的... 慶寒冰的 射得也格外通透 哦... 莫非這隻就是絕領冰晶 還是先去走再說吧 哦...走吧 然後絕領冰晶 要放在... 哦... 離魂幽遠 哦... 所以那個火... 哦... 那個火是... 龍這個冰的啊 そうですね SNAKE 好...我們再走回去囉 離魂幽遠 然後離魂幽遠就可以拿到兩個... 到... 兩個材料了 好... 這個火... 這奇異的染火 不知能否... 融化絕領冰晶 反正你找不出這冰晶化成玄水的法子 不如... 就橫豎吃它一次 咦... 這絕領冰晶果然受熱化怪...化開 變成這些龍左金亮的嗜水之物 說不定... 這就是絕領玄水 嗯... 還是難道... 林頂是不是就是 噢... 這從怪異的染火跟著熄滅啊 剩下這個發出藍色火關的死條是什麼 看來也是奇物 還是先帶它身上好了 化... 鏡... 結... 火... 得到... 欸... 先不要用... 等於用了還得了 弄了當機怎麼辦 好...我們再回去吧 先去練材料了 好...其中一個材料是... 逆... 反... 回輪跟... 這個... 其身一弱 欸...對...就是這個 好...得到 再來 好...我們用龍骨項鍊跟... 翡翠必殺可以合... 這個... 千... 零... 化... 化育 好...再來 好... 剛才合到... 這一個... 這個... 懸破... 流... 兩... 這個用... 死碎... 死慧... 魔斧跟... 冤獸... 冤獸... 起胎... 可以... 煉成這個... 懸破... 流... 第七層的齁... 第七層的... 材料... 再來是... 欸...應該都這樣子了 好... 然後還有一個是骨獻龍皇 齁... 我們骨獻龍皇... 要找... 服裝金... 好... 走吧... 我們可以換... 喔... 誰跟他對話 可以觸發那個骨獻龍皇吧 恩... 你們又來了 這次你們想要什麼東西 其實也沒什麼 只是因為我們即將今晚吃電源 面對強挺 可能再也合不來了 所以想來看看你 啊... 你們要去吃鴛鴛 那可是垃圾人的地方耶 當然可能回不來啊 沒被打死都被先垃圾 咦... 你們手上那把是骨獻龍皇吧 欸... 我要我要... 我給你們換 我們... 為什麼我一定要跟你換 這把劍可是很難得的 我當然知道很難得 不然這怎麼沒有 你們要什麼條件 儘管開口吧 恩... 那麼我想知道 你為什麼會給漢天前面這隻骨狄 它是不是在你這兒 隱藏了什麼秘密 咦... 你... 你怎麼知道 其實我也是猜測的 因為提到這隻骨狄時 你的延遲閃爍 雖然沒有指名道行 但是我們是在給啊 是在漢天前面的鴛骨黃石道的 你又避而不打 因此我推測 漢天前面一定隱藏了什麼秘密在此 如果我想要...想要這把骨狄龍皇 你用這個秘密來叫喚 如何 這...其實也可以啦 反正我們都拿到鞋黃霸劍 我想也應該認同 獲得他執念的認同了 其實他在我這隱藏了鞋黃霸劍的秘密 鞋黃霸劍的秘密 這鞋黃霸劍還有... 一些我們不知道的秘密嗎? 我本來是偶然的機會被他看見的 那時我才出化型沒多久 他可以說是我第一個朋友 我才做了一把骨狄給他 讓他方便來此 但過沒多久 久離都發生惡龍來襲的產事 他十分悠煩 玩力對抗的滿身是傷 我就把之前在地面上聽過的 有人把自身陷入鑄劍如裡 而鑄造出有靈魂的搶劍姿勢告訴了他 哪知他真的打算這麼做 還把他的棋子一起帶來找我 當時的幽姬劉武 你見過他? 是啊 他是很堅強的領導者 對犧牲生命 他一點都不猶豫 但是他跟你一樣 有個善良的心 他擔心往後 這把劍會被有野心的能力用 所以他試了一個坐在這把劍上 不知道節奏之法的人 就沒辦法獲得最強的邪皇霸劍之力 那他為什麼要告訴你 因為我是萬年福山精阿 我在這兒許久 看見有人的生死輪迴 只要這邊苦地還在我就不會消失 當然這個秘密由我來所最合適不是嗎 為了鑄造這把劍 幽姬劉武以一心保護久離為念 獻出幾身血魂龍路 這台把劍得以發揮最強的威力 但是展去惡龍之後 他的理念就進入了成眠 所以威力必不如當時般強大 所以你 要告訴我們這個秘密 不然你們古劍龍皇會平白送我 那個怎麼解封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久離幽姬的血 只要是久離滴傳血脈的幽姬 能夠滴數滴先血到劍上 就可以喚醒劉武的理念 將劍增強 原來如此 我這都試試 或者出申醒的蟹黃霸劍 果然 我感到劍心 變得更為靈體 果然三隻所言是真 果然三隻所言是真 果然是真的 我為什麼要殺王 那還不敢把《古劍龍皇》給我 嗯 我也不會失眼 嘻嘻嘻嘻 果然是好東西 好,那我們拿到骨劍龍皇,呃,蝦皇八劍了 真真血皇,欸欸欸 哦,已經裝備上去了 1399,好,就是這樣子 等一下 等一下 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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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痣,什麼什麼 鳳衣才多是不是 我有嗎 好,我們回到第一層 立頂堂 裡面寫著霧光玄鐵 這似乎不難取得 新郎中,翹翹正有 先放進去燒化試試 好 走吧 去第二層 都,都遇敵人的機率都很高 好,第二層 第二層就是神木之之啊 神木之之 很腦口欸 神木之之 熔夜,這地界有樹嗎 當然是沒有的 地界天,不界天日 樹這種東西,我可從來沒有見過 好 那個綠色小樹精跟咱們打死 好像有掉個樹根類的東西 我想它雖然不是正常的樹 不過好歹是樹 咱們試試如何 這也是個好主意 符上是萬靈之樹 說起來能夠成績也算是上 算得上是這個神木 試試到也無妨 嗯 結果就成功了 好,第二層 結束 好,我們要去第三層 第三層 對,第三層 好,我們再一次回到第三層了 第三層要放 絕領冰水 絕領神 絕領玄水 好,對吧 第三層結束 好,我們要到第... 第四層了 好,這個第... 第四層 滑金結火 這是個怪東西 現在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居然點燃了 看這東西 就在化金結火 這是無其不有 好,第四層結束 我們要去第... 五層了 好,第五層 這頂點出現七色陰弱的製藥 這又是什麼 這異能費解 七色陰弱 七色的行不行 上尾那個奇怪的小女童 不是給給我們什麼四色龍玉嗎 這倒是捷徑 不過既然這是神頂 可能沒辦法這麼容易的謀混過關 還是專門用火炎盤試試 說不定可能有機會電話出來 或許...或許如此 好,走吧 解完了,這是第五層 好,第六層 六跟七吧 六跟七還沒解 剩下都解了 四個龍玉 五層 四個龍玉 五半 五四個龍玉 六,誰不怕龍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狐狸眼皮在召喚我了 好 這也是第六層 第六層弄完應該就結束了 因為我第七 第八 第九應該都有進去過了 欸 他沒有問我要什麼東西了 好吧 算了 好 欸 還沒有 終於呀 終於 我以為這個符號應該畫一個 一個人臉嗎 從這邊看的話 眼睛 鼻子 嘴巴 然後頭髮 終於成了 接下來就是到了凌雀壇 贏九 贏千尊技 還生解 希望這個天原法 風陣真的有用 好 我們還生九鼎 都點燃了 我們回到凌雀壇 就收工了 結束吧 那凌雀台要怎麼去啊 應該是山雀之門吧 三界之門那裡 好啦 那今天的 歡生九三跟 漢天英雄的 劇情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我們下一集就是 最終大BOSS 決戰 九一天尊見喔 吃油 好啦 大家就這樣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LB還有Twitch 謝謝各位會喜歡 歡生血這款遊戲的劇情 謝謝大家